好 直播現在所在的地方 那是台中市府的府前廣場 來看到環保團體集結了二十幾人 來到現場高舉看板抗議 控訴台中市的空氣根本沒有變好 還拿著這個骨關空氣名 向爸媽市長怒吼 市長媽媽太怒氣 中部媽媽好生氣 要好空氣不要謊言 要好空氣不要謊言 盧秀燕他四年前他用骨關 骨關的空氣瓶來欺騙台中市民 這幾年來只要空污劑 台中市就是一片空污 那他用骨關空氣瓶欺騙台中人 我們本來就覺得算了 結果從前年開始 他又在擋中火的氣轉煤 你要知道天然氣的話 它是比煤氣還要減少空污幾百倍以上 今天出來抗議的民眾 其實都是台中市的市民 也就是台中市的媽媽們 他們非常注重空氣 除了因為生活環境關係 也希望有給小朋友一個良好的空間 那因為這次的台中空氣 其實已經輸給了桃園 苗栗 新竹 以及屏東 因此他們才會拿出這個 當初發放的骨關空氣瓶 要來向媽媽市長喊話 要一個好空氣 中市是有史以來 我們的空氣品質達到國家的標準 而且我們是中南部唯一達到國家標準的城市 再次強調 台中現在的空氣品質 是中南部唯一達到國家標準的城市 那也請大家抬頭看看今天的天空 當然我們滿不滿意 還不夠滿意 雖然我們進步很多 盧秀恩今天在玄武行程中也提到 其實台中今天的空氣 已經首次達到台灣的那個空氣品質標準了 未來也會持續的努力 再把台灣的空氣變好 以上是現場最新的情況 先將時間鏡頭交換棚內